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野外选择食物会根据果实的颜色、香气以及味道去判断这个果实适不适合吃 所以我们会观察到很多果园只要有一群鸟儿来造访 便会把很多水果从果树上面灼下来 只吃比较成熟、比较甜的水果 例如木瓜的果肉就是野鸟很爱的水果 成熟之后甜度也较高 大家也可以给自己家里的鸟宝吃吃看 等鸟宝有吃到水果的成功经验 享受过水果的风味后 之后我们想要喂食就会容易许多咯 但是在开始会吃水果之后 要注意太甜的水果也不能吃太多 蔬菜的摄取量可以大于水果的摄取量是比较好的咯 第二 切小块 符合鸟宝嘴会大小的食物可以让鸟宝更好的入口 包括了饲料当中比较大的果干 如果鹦鹉不太爱吃的话也可以剪开 小型鸟看到小块的食物也比较不会害怕 或选择比较接近种子大小的食物 例如新鲜的玉米 此外 我们最好每一种食物都不要放太多 切小块然后种类很多样 让鸟宝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 不只有蔬果可以给 自家花圃的珠景 或者是像桑叶等等没有毒的植物 也都可以提供给鸟宝啃食 有时候新鲜献采植物的清香 鸟宝也是会很喜欢的 当然要注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才不会不小心让鸟宝误食了一些消毒环境的消毒水 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第三 用觅食玩具 使用觅食玩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国外有些影片会教鸟寺主可以自己做DIY 比如说把纸板挖一些小洞 将种子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吃的东西 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不经意的尝到味道 有了成功的经验之后 要再度的尝试几率就变高了 给鸟宝吃水果最忌讳的就是急躁 如果我们太急躁 把食物太大力的推到鸟宝的嘴边 鸟宝之后反而会对这项食物产生恐惧害怕的感觉 所以关键就是顺其自然 模仿他们在野外觅食的感受 也会是一个让鸟宝愿意吃水果的方式哦 第四 避免吃到危险食物 危险食物包括了我们都知道的一些含糖量较高的饮品 含酒精含咖啡因的食物都不能给鸟宝食用 这些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但是比较常被忽略的部分就是某些蔬果 鹦鹉也是不能吃的哦 换句话说 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适合鹦鹉吃哦 大家可以查一查家里的景观盆栽是否具有毒性 如果有的话就要在鸟宝放风的时候收好 还有我们提供鲜食的时候 有些蔬果要记得处理过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苹果的种子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除 才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疏忽而造成鸟宝生命的危险哦 鸟宝的肝脏很小 一点点有毒的物质就很有可能影响到它们的生命了 第五 选择无糖无添加的冻干蔬果干 新鲜的蔬果固然是最好 但是有时候准备鲜果并不是这么样的方便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是否要选择烘培过 好保存方便的果干类食品 最早期的烘培技术是利用低温烘培的果干 像是小木屋的观众就很喜欢买我们的食品级柠檬干 低温烘培可以保留食物的营养 去除多余的水分 更有利于保存 但是果干类要特别注意 如果自己买的话要看看是不是无添加的 无添加其他的防腐剂等等 这样才能够确保鸟宝的健康 再来这几年有一种东西叫做冻干也很有名 是一种新的技术 全名是冷冻干燥 做出来是很轻的 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不会很冰吗 冻干其实并不是冷冻的食品 只是一种可以保留食物的营养的加工技术 而且不容易失去食物的营养 像无花果啦香蕉啦苹果啦地瓜啦 都有人做成冻干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评估看看这些食物 多给你要不要一些选择性 第六 可以挑有种子的水果 我发现我家的灰鹰鸥特别爱吃像巴勒这种很多种子的水果 即便种子有一点硬 但是它们很喜欢去咬东西破坏东西的感觉 反而像香蕉这种比较软的东西 我家反而比较不喜欢吃 其他有种子的食物像是小型鸟 就很喜欢吃小米碎这种简单粗暴的食物 可以玩可以吃 还有像红石榴也是很棒的抗氧化水果 外面很多汁里面又有种子 鹦鹉也都还蛮喜欢的 我也常常在脸书上面看到很多鸟宝都吃到整张嘴红彤彤的 讲到吃到满嘴 还有一种很多种子的水果 就是火龙果 火龙果的风味与营养对鸟宝来说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不管是白色还是红色 因为火龙果还蛮甜的 所以鸟也都还蛮爱吃的 可以给 但是就要记得不要给太多 才不会让鸟宝吃的太甜 变太胖也就不好了 第七 色彩鲜艳的优先尝试 衔接上一个讲的 红色火龙果也是因为红色的外形很吸引鸟类 动物在吃东西 第一个一定是看它们的颜色漂不漂亮 亮不亮眼 第二就是闻它们的气味 第三 尝味道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提供一些花朵类的食物给鸟宝 像是珠景的花给鸟宝 颜色是特别的鲜艳 而且是很吸睛的 但有一部分的鸟宝会比较害怕红色 像是牡丹、虎皮还有胆子比较小的旋缝 大家就要自己去试试看它们的个性是如何 喜不喜欢这么具有视觉冲击的食物了 在蔬菜里面 颜色鲜艳也比较容易吸引鸟宝的眼球 有些蔬菜类的颜色比较翠绿 有些则是比较白 通常以我有经验鸟是比较偏好翠绿的蔬菜 在它们眼里就是比较新鲜 所以说颜色鲜艳的这个方法带来可以学起来 下一次鸟宝不吃蔬果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些小技巧哦 第八 注意新鲜程度 我们给鲜食一定要注意新鲜程度 不新鲜的食物除了鸟宝自己不爱吃之外 如果真的吃了更有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健康 每次放在笼子里面的鲜食以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为限 以保持蔬果的新鲜 有些市主会自己种一些蔬菜直接整盆给鸟宝吃 当然这样子的方法也很不错 食物是肯定新鲜的 鸟宝的接收度也很不错 如果家里的鸟宝不太爱吃蔬菜的话 不妨也可以自己种一些蔬菜给自己家里的鸟宝享用 还有啊 那些偶尔啊 饲料掉在花圃发芽的这些小绿啊 小型鸟也都会很喜欢哦 第九 幼食 幼食算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手段 也是制造成功经验的技巧 很多饲养肉食性动物的市主 以及动物园的肆育员啊 也常常将动物们不肯自己吃的营养品 或者是补给品塞掉它们的食物里面 饮幼它们吃下 而在宠物鸟方面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技巧 把鸟宝喜欢的燕麦 大米等等小种子类的食物 撒一些在蔬果上面 饮幼它们去靠近一些平常没有接触过的食物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方式哦 就是在韩文的面前大口大口的吃水果 表现出很享受的感觉 让它们用视觉学习 学习到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 而且不用那么紧张害怕 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放风的时候 鸟宝会想要偷摇我们手里的食物一样 以上都是幼食的实际做法哦 第十 掌握最佳喂食食机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喂食当然也有最佳喂食食机 通常如果我们给鸟宝的食物 是在它们享受完穀物大餐之后 才给蔬果的话 它们可能就会像是已经吃零食的小孩 要再叫它们吃蔬菜水果就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说我会建议四组 有两个喂食蔬果的最佳时机 第一 就是在早上起来的第一餐先给先食 第二个就是断奶的阶段 要让它们开始习惯身边 常常都有青菜水果可以啃 因为这个阶段 它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随便乱咬东西 如果可以啃到这些蔬果 也是可以慢慢的学习起来 以后我们给蔬果 它们也比较会有兴趣 掌握最佳的喂食时机 让它们在微微肚子饿的时候喂食 跟人一样 肚子饿的时候 就会感觉好像东西都变得很好吃了 以上这十点 让鸟宝成功吃蔬果的方法 最后我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 第一 从甜的水果开始 第二 切小块 第三 用觅食玩具 第四 避免吃到危险食物 第五 选择无糖 无添加的冻干或者蔬果干 第六 挑有种子的水果 第七 色彩鲜艳的可以优先尝试 第八 注意新鲜程度 第九 幼食 第十 最佳喂食时机 大家家里的鸟宝都喜欢吃蔬果吗 还是像调皮的小孩 总是挑食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呢 大家也可以利用这十个方法 实测看看鸟宝会不会对鲜食比较有兴趣 各位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或者是做法 都很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做讨论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利用十分钟的时间增长自己的宠物鸟知识 这里是鹦鹉小木屋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